這個題目說,有一根蘆藝精物棒 蘆藝的半徑是12分分 他說他以營養1公分的分數率出來 然後他長度會以營養20公分的分數率出來 然後他說以知神針的底圓半徑者 從12分數到15分 然後他知道在這個變形的過程當中 當底圓半徑半徑者的時候,一定是最大 然後他的第一小題要求說 神針變形到幾秒的時候,體積最大 然後第二題要求說神針的底圓半徑 第三題要求說如果把他收到最小的時候,他的體積是多少 然後第一題呢,他要求說體積最大的時候是幾秒 那他有說呢,他是收到10公分的時候還是最大的 他要說1秒所以1公分 所以就有12減掉不到幾秒 他就知道就是2秒 所以第一題又15秒 好,那第二題以下說他求人的長度 他原來長度很長 我們看這個長度怎麼求? 那我們就先把那個這個 金箍棒的方程先寫出來 就是這個是半徑,就是每秒減1公分 就是12減X 然後一樣是半徑的地方 所以他就是平方很高 然後長度就是,到原來很多方 像我們說是Y 然後他說每秒增加20公分就是20X 那這個方程是12公分 那我們要怎麼求? 我們知道他告訴我們說10公分的時候會是最大的 那我們先把它展開 展開之後 我們把它圍分 圍分這樣可以嗎? 我們畫些多 然後他說這時候是 當X等於2的時候 就是半徑為10的時候 我們自己是最大的 體力最大 這代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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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次圍分之後 那時候是 會等於2 像他還是幾隻 對不對? 對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把2帶進去 收在內域之後 這個發現它會等於2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 剩餘的圍分就是Y 所以我們就可以求助Y是65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原來是65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原來是65 好 那第三小題要說 要把它變成最小的極致嗎? 那我們就知道已經有Y級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出這個方程式 那我們要把它圍分 然後我們知道它的極致點會出下來 就在一次圍分的1 所以我們就把它求出 這個命證的一次圍分是指的1 那求出來只會在 會是2跟12 那因為我們知道2是幾大準 所以121是幾小數 對不對? 對 可是這題目有告訴我們限制 他說他只能收到4公分 所以他4公分代表他0秒是減1 0秒幾公分減到8次 就是8秒鐘 所以代表他的極致點 是在8 所以不能到12 所以我們就要分開 就是比兩個端點 跟他的極致點 看來的字會比較好 體肌 欸 體肌小小會比較強 那我們就從這補來看 這一看就知道啥嗎? 看得出來嗎? 可以 哪一嗎?沒問題 沒有 沒有 所以這時候X我們就代8 那我們就給你求出這個 體肌最小的蛇不成 好 220 220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來,掌聲鼓勵非常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